Zither Harp 飞鹤一罐泡奶粉 飞鹤奶粉提醒您本期看点 国际巨星成龙 韩宫 陪你一起大团圆 妈妈的厨房 看巨星手忙脚乱 状况百出 小妹子要来吧 今天来教大家做菜 我怎么听得懂 半点油 我要关小一点 我要关小一点 妈咪你会不会太偏爱陈龙大哥这边了 这边都没人管的 横根就想半沙了 看起来都很专业 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够了 还没吃就已经洗锅了 啊啊啊上演惊天大冒险 大铁和红波米糕扔下来 啊啊 十岁 谁把手放在刚才西瓜的位置 我哪一个手就要有用 我也是 你不用啊 你至今能否全身而退 我手里的就是数字炸弹 七八四十八 死察 呃 哎哎可以用手吗 不要 不要用手 我左手拿麦来 你看我的手 别乱 啊已经只有十秒了 怎么 走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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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莫重磅企划 我也是歌手 2 参赛的跟我一起就有两个 比较弱一点 他和正常应该会赢不息 这场比赛最大的赢家就是我 四强相遇究竟谁能问顶 我是 红桃哥的弟弟海涛 啊 死是要喝口水 红老师都有矿泉水 为什么涛涛是哪个霸当 第一名的得主是 是一位男歌手 还是女歌手 今晚成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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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谢谢 欢迎给我来到 我们的微博智能手机 快乐大北营 我们是快乐家族 今天我们和成功大哥 一起提前给大家喝碎 欢迎 非常多现在有非常多的 这个过年的方式 吃年夜饭一定要的 一定要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 就是用这个年夜饭的感觉 跟大家一起来聚一聚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请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 四位嘉宾来给大家打打招呼 那首先呢 是带着这个天降熊师 来到我们快乐大逼 我们成龙大哥 大家好 我是成龙 大年初一嘛 对不对 天降熊师 对 好 另外呢 就是跟成龙大哥 不止一次合作的我们林鹏了 在戏里你跟成龙大哥 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其实跟成龙大哥 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是从不打不相识 冤奖 对 然后到 携手同行 携手同行 最后 拜年好合 好 我们也期待一下 我们林鹏的表现 那旁边这位呢 是第一次来上大本营 若欣 欢迎王若欣 欢迎 好漂亮 大家好 朋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若欣 在戏里边演 霍安大将军的结发妻子秀卿 韩根你在里面扮演的是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知道你没有演这部电影 对不对 没有没有 一呢 今年是团圆饭嘛 对 二是我也是那个成龙大哥的好朋友 对 三呢 也是快乐家族 快乐大币的主持 对的一个好朋友 带班主持 我们我现在已经变成主持人 每次我来都会缺一个主持人 哈哈 所以那个 当然有我的那个主持人的费用 能不能报钱 哈哈 对了 娜娜呢 因为她是一个好学的女孩 嗯 她呢 就是有这个游学的计划 而且她游 游学计划是随机抽取的 想走就走 不定期嘛 休走就走的游学 但是呢 这一次娜娜去游学呢 她其实犹豫了很久 因为她都订了计划之后 她才知道今天要录节目 而且她订了之后 才知道有成龙大哥 所以她自己赤巨资 在这个美国呀 这个做了一个短片 哇 太感动了 成绩的节目 你就在想 我们有住美国的记者 然后就携到那边去好不好 我来 你来 你来 我们有住美国的记者 通过卫星电位 电位 卫星怎么听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通过卫星传播用互联网 给成龙大哥传来了一份真挚的祝福 让我们请看大屏幕 我们下期节目录制几天前 娜娜远远赴美国完成神秘任务 现在是早上很早很早 我要准备来吃早餐 看这个 哇 好 老板 阿德里 白糖 鸡 鸡 橘 蜡 蜡 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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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简单地用过早餐 娜娜决定马上出发 我今天会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会去到有约的时代广场 应该是为我们的快乐大本营 和为成龙大哥 做一件很开心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期待一下 我今天要去有约时代广场 干什么呢 天天好天天 时代广场又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耀眼的霓虹灯馆 已经成为象征纽约的标志 娜娜会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送出怎样的惊喜呢 娜娜 嗨 嗨 嗨 很高兴见你 很高兴见你 娜娜娜ує 原來Lana的驚喜是位大哥送上來自大洋彼岸 粉絲的祝福 你喜歡Jackie Chan嗎 確實 對 我喜歡Jackie Chan 我喜歡Jackie Chan 希望你喜歡Jackie Chan 我喜歡他的電影 Jackie 我們在新紐約愛你 我愛你 不只在時代廣場 任何地方你都會遇到大哥的粉絲 你知道誰嗎 Jackie Chan 對 Jackie Chan 她是很棒的 很棒的演員 很棒的演員 我看過很多的演員 真是驚喜 你真是真實 你會讓所有人笑 笑 Jackie 我準備好了 來吧 我知道你會跌倒了 但我準備好了 我會這樣做 我準備好了 你應該相信 我準備好了 我希望你一個健康的生命 你會做更多的演員 就像他們說的 感謝你曾帶給我們的無盡歡樂 感謝你為了每一個鏡頭 奉上薄命的努力 哇 謝謝娜娜 謝謝你們 很開心 很開心 可能我們中國的觀眾 因為跟成龍很近 然後我們覺得好 常常在我們的 比如說一些公益活動 或者快樂大碟 都可以看到成龍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我們的一個朋友 但是在外國朋友的心中 Jackie Chan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耀眼的超級角色 太厲害了 好 那今天 前面這一桌呢 是我覺得是 每個地方的那個年夜飯的招牌菜 都上了一點 韓哥你會做什麼飯嗎 會做什麼菜嗎 其實我會做飯很多的 因為我18歲在北漂的時候 我就 我的父親就叫我做飯 成龍大哥你呢 你就是年夜飯你會下廚嗎 沒做過 沒做過 但是不要忘了 我爸爸是廚師 我爸爸是大廚師 所以苦不 無 無 全 子 你一定要自己做飯好吃嗎 你這麼大胆 吃了一塊冬村炒飯 我忘了輩份了 忘了輩份了 這真的你敢說 不是 今天既然聊到說 很少看到成龍大哥下廚 剛才韓庚也說 他在北漂的時期 學了一手的好廚藝 一手好功夫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 第一個環節非常感人 叫做媽媽的廚房 歡迎進入媽媽的廚房 那今天呢 我們有兩位這個大明星來現場 在媽媽的指導下做菜 一個呢是我們的成龍大哥 第一位是韓庚 韓庚 我們今天做的菜的名字叫做 冬筍炒臘肉 是的 免夜飯當中的一道著名菜 剛才呢成龍大哥吃的已經忘我了 還剛才還追下去說要打包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這道菜的作者 也是我們今天媽媽的廚房當中的媽媽 她呢就是一位非常洋氣的小姐 名字叫做Miss Joey 歡迎Joey Welcome Welcome to Happy Family 來掌聲歡迎Joey 媽媽你上節目的次數比我快多一些了啦 跟她說一下 來掌聲歡迎回家的媽媽 回家的媽媽姓周 所以呢 我們導演都管她叫Joey 所以她的英文名字就叫Joey 可是這個名字不是給男生的嗎 哈哈 媽媽你問候一下大家 大方一點 嗯 來了 這樣子吧 哈哈哈 還有大方一點的觀眾你們好 哈哈 下月子要來的 但是國座不是跳舞 是來辦廠的國民國際舉行 但是我們操菜 媽媽不是說好的普通話呢 哈哈哈哈 那一會兒是媽媽指導我們做菜 對 指導你們做 我怎麼聽得懂 我怎麼聽得懂 哈哈哈哈 媽媽媽媽媽說了 媽媽她會用普通話 哦 她已經練了很久 剛才普通話很標準吧 嗯 哈哈哈哈 是這樣 她說今天來幫國際巨星呢 教大家做菜 不是來跳舞的 她今天來不是跳舞的 嗯 媽媽今天來了化妝間 往沙發上一坐 哎呀 最近好忙的 都本來不准备答應 後來聽說有成龍我就來了 哈哈哈 完了坐一會兒就 哎呀 去找韓庚拍個招 哈哈哈 媽媽媽你現在 你追星頭 你現在開始跳 跳嘉賓了呢 你上節目的 媽媽媽是這樣的 今天呢是 成龍大哥跟韓庚兩位呢 要在你的指導下 來做這個冬筍炒腊肉 我們舞台的那邊呢 還有我們的林彤 若欣 還有海濤跟吳欣呢 他們組成了一個年夜飯 非常重要的 餃子團 餃子團 他們將會在那邊包餃子啊 那最後的結果呢 和他們的餃子是有關係的啊 好 那媽媽我們現在 準備開始了好不好 第一步幹嘛 好 第一步 首先把那個腊肉 切成薄薄的 薄薄的 把腊肉切成薄薄的 帶點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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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薄啊 握手啊 大概小心手 哇 這麼硬 太厚了吧 這樣可以嗎 媽媽 你看可以嗎 看那個 兩邊看一下頭可以 好像感覺很難切啊 哎呀 她切得媽好了 她切得 她切得好還是厚 媽媽 她切得好 蠻好的 蠻好的 媽咪 你是在 你是在看他們切得好不好 還是在搶鏡啊 哈哈哈哈 你根本過去沒有看啊 直接對鏡頭在處理嗎 哈哈 好 媽咪切辣肉的要訣是什麼 你經常說的一句話 一半是 一半是肥的 一半是瘦的 你不是 你平時好像是這麼說的 對 是 他在家裡說 在家裡要寄 對 在家裡記住 切辣肉啊 一半是肥的 一半是金的 金的是什麼 金的就是 瘦肉 瘦肉就是金肉 好難切的 好難切啊 成龍大哥你切得感覺怎麼樣 呃 不錯 肯定這個 蠟肉沒有吧 沒有水 穿好 我要聊一下水 我要聊一下水 他說蠟肉如果要好切的話 應該要 要 要 要穿一下水 是嗎 肯定是沒有 他跟我一起動 跟你一起動 因為他有點滑 還可以再 再拿一口 我要讓 小心別撬手 好 我們這邊餃子包得怎麼樣 好 他們兩個包得好努力 怎麼沒看到你們包的餃子 在哪兒 這是你們包的 這個 這怎麼有點開了 他最努力的包就是包破了 包破了 是嗎 啊 邱宜你就是借就那個切菜 切肉這個環節來說 誰哪個表現的可能會好一點 哎好體會哎好體貼那個參賽選手的心情 他就反正也不說出來 就是用紙的 然後對 韓歌沒有看到也以為紙的是自己 對吧 下一關是什麼 打火 打火啊 打火 打火打燃 打火打燃 就 拔火打燃 啊 拔火點燃 拔火點燃 好 來 放點油 要放點油 要放點油 拔火 太難求了 過了沒有 多一點 多一點 我媽媽做菜原則是有多不壞菜 這個辣油放在裡面 好 馬上放嗎 鍋樣燒紅一點嗎 撒 撒紅 這個油 不撒點啊 這個油不撒點燒紅 不要不要紅一點嗎 不要再要不要 媽咪你會不會太偏愛成龍帶回這邊了 這邊都沒人管 這個好久 但是你幫他幫忙了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哎呀 火要關小一點 火要關小一點 小一點 哎呀 好好好 哎呀 好忙啊 怎麼樣 好 好 好 現在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現在把那個 先動准 先下筍還先下肉啊 先下筍還先下肉啊 把肉啊 那邊先下肉 好 韩康知道 把肉先放下去 好 韩康知道 把肉先放下去 好 謝謝 你是哪一步是針對的啊 拉臉 嘴表還要紫 好 周姨太忙了 周姨滿場飛 小一點 媽咪我知道你為什麼叫小燕子了 因為你滿場飛 哎呦 哎呦 還可以憋 那邊煙勺了 小飯放那個 放那個辣椒和那個 大蒜 好 接下來放辣椒和大蒜 哇 好香哦 對 一樣放一點 一半吧 各一半 各一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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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韩康就要放 哎 韩康這邊非常有主見啊 大蒜和辣椒都放下去了 哎 這個菜這麼容易啊 就切一切 炒一炒就好了嗎 好 塞一塊點 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蜜質的那個辣椒粉 放在裡面 哦 蜜質的啊 放一點蜜質的辣椒粉 韩康這邊有嗎 有 都是蜜質的辣椒粉 蜜質的辣椒粉 就是自己把那個乾辣椒 把它塞了 自己再去搗 我也放橘色的 所以吃了 筋開 媽咪 你真是帶了植物來的 你別告訴我 後來推出小燕子蜜質辣椒粉 我還不知道 家裡有這個產業了 放你的辣椒 給你那個 再給你雞筋就可以了 雞筋啊 哎呦 老婆 哎呦 為什麼這麼香呢 媽媽 放一點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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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點點水了 放一點點水了 朋友們 放一點點水就可以了 我沒水啊 有 有 這裡有水龍頭啊 這裡 這裡 可以了 還有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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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還沒吃 就已經洗鍋了 哎呀 你就還沒吃 那這個已經洗鍋了 洗鍋了 好爽 他還在鍋裡就洗鍋了 我的媽 好 鍋裡 好 好 停一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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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說這兩個人 哎呀 撿回去了 撿回去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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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錶呢 嗯 要拿個錶呢 你要拿那個錶 哈哈 謝謝 你要拿那個錶 我的老家不喊急受 可以了 可以了 快可以哦 還可以吧 可以了 快可以哦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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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可以了 哇塞 好 那邊擺盤擺得也好 你趕緊整個盤吧 你看那邊整得好好 你看 哦 你趕緊整一下 謝謝 歡迎給我來到我們的 vivo智能手機快樂大北營 我們是 快樂家族 哎呀 媽媽 媽媽 廚房 我跟你說 媽咪 直到兩個國際巨星做菜 不算什麼 兩個國際巨星 搭著盤子讓你吃 甚至餵到你嘴巴裡 那個才厲害 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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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說 文老師話都滴到這兒了 你還去夾什麼呢 哇 哎 等一下 要瘦一下口 等一下 真的好吃不 剛才你是吃了 陳董大哥的素兒 是嗎 素兒 對 那接下來新年 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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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過了 接下來先吃這邊的 素兒 先給他吃蜜汁辣椒 這是取勝的法寶 不是甘辣椒蜜汁辣椒粉 哎呀 那是你媽媽 哪有餵 媽媽吃辣椒肝粉的了 真的是 再沒有激素也不是直接吃的不 辣肉 辣肉 好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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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媽媽一邊吃一邊一邊有 你兩個頭弟很不錯 兩個頭弟 我們是這樣啊 我們看到呢 林鵬 若欣跟海濤 還有吐欣那邊已經做好了餃子 我們是這樣 接下來呢 媽媽要宣布 誰的做得更好吃 輸的那個人 要餵贏的那個人 吃一個餃子 媽媽接下來宣布了 陳董大哥和韩庚 做的這個辣冬筍炒辣肉 誰的更好吃 吃 誰的更好吃啊 但是那肯定 你餐得更好吃一點嗎 阿姨不帥 阿姨不帥 沒有 我知道我是客人 你們讓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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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信息滿滿的 那接下來韩庚 要餵成龍大哥吃餃子 我們也謝謝Joey 謝謝周媽媽 中國要辣椒嗎 要 不是我吃 不用了 不是我吃 有有有有有有 你要一點嗎 要站一點那個 站一點嗎 別太辣 大哥照顧自己照顧多 怕燙還拿個盤子接著 可以 好 好 小心被燙了是不是 還是遲擋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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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就是很好吃 哦 護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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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怎麼樣 哎 我覺得人都是好 就是出師之後就忘了師傅了 對 師傅在這兒值得咽口水來 真的是 好痛 師傅一直在這邊噴殘 噴殘不贏 師傅好餓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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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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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給全世界都餵了 就是那餵媽媽 可以吧 餵吧 有的餵吧 有的餵吧 這還有一個 啥呀 你自己做的就是 珍藏版的 辣椒醬嗎還是什麼 這是我媽媽做的 對 好 送給他媽媽 對 好 放好了 好 謝謝 Joey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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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厲害 哎呀 太開心 太開心 好 也在這裡祝我們 快樂大比音的觀眾當中 所有的爸爸媽媽身體健康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剛剛我們大家都在玩 但是接下來是快樂大比音 那個年度重磅啟發 叫做我也是歌手 我也是歌手 當中有幾位非常厲害的 敬演歌手 待會呢要在舞台上呈現 非常厲害的這個 視聽盛宴 希望大家呢 本著自己的心 好好地來聆聽 在這個環節當中 我們都非常嚴肅認真地 做了準備 也希望觀眾可以感受到 跟快樂大明之前 不一樣的氛圍好不好 好 那我們稍微準備一下 待會兒見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其實從小到大唱歌 都非常非常好聽 但是因為一直在節目裡 就是你要綜藝節目 要做一些節目效果 所以我經常會破音之類的 讓我帶進去風流的遊戲 而且這次 我覺得要搬回一場 讓大家見識到我的實力 我唱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給我你的手 和你的腰指 讓我們融化在這節奏裡 你不要笑 我唱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這時候不是應該都有 這時候有經紀人跟著嗎 他 八曲你為什麼要來參加 我也是歌手 因為我本來也是歌手啊 兩屆的總決賽都是我主持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在 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過歌 所以這一次我也是歌手的 這樣一個同樣規格的節目 好嗎 我希望我可以拿出 非常好的表現 大哥好 你好 我是歌手我不敢去啊 我也是歌手我就敢來了 好棒喔 今天我知道 參賽的跟我一起的 有兩個比較弱一點 比較弱一點 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比較有信心會贏他們 我也是歌手 糟糕了 我都不知道幾十鏡 畫 畫的圍繞 你數一下拍子是 一起拍鏡 我不會數拍子 這邊哪一位先生會 小姐懂音樂 對 他說我的姿勢 對了沒有 二 三 這樣 好吧 你如果點好你走運 我以後到傳這些唱歌 你就要跟著我 就是這樣 就 好可惡 高老師 你覺得在進演當中 你會覺得第幾 我保三爭二 我是覺得如果我發揮正常 應該會贏不惜 今晚的名字大概 我是一啦 反正我這場比賽 怎麼樣我都不會輸 第三正常 第二突破 第一撿著 這場比賽最大的贏家就是我 三位 我們還有一位 實力強勁的神秘歌手會來 啊 啊 誰啊 不會吧 還有 現在退出還來得及嗎 哈哈 Hello 流眼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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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當勞 你覺得我是歌手 跟我也是歌手的區別是什麼 區別就是 插了一個爺了 我是歌手 還有我也是歌手 插一個爺 你們都要躲的嗎 對呀 我跟你們擦 哈哈哈哈 好 三萬節目嗎 對 今天錄那個奇妙的舞妖 我會一起 本來以為明天排練 但是來不及 我們現在稍微的試一下 我們現在要取彩排 幫我調那個古具機的那個音質 古具機的音質 好嗎謝謝 好嗎 好嗎 所以我待會兒要裝 我是來彩排 我是歌手 好不好 這樣 這樣 這樣告訴他 你永遠不懂我傷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 為何會吹鐵 你怎麼會在 唱得很好 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唱 一直在聽啊 真的假的 你怎麼會在這 因為我 因為我是歌手 我主持要對台歌 這麼早就來 是啊 你壓力太大 你太不容易了 我要參加我們大本營的一個環節 叫我也是歌手 你要 有這樣的 對 你要給我拉拉票 還有成龍大哥 我覺得拿第一可能 真的 你就說那個何久一定是第一名 就是我相信他什麼之類的 好嗎 何久一定是第一名 成龍大哥 我剛剛演得好嗎 我們剛才是暫停的 還是那 我剛才演得好嗎 非常好嗎 非常好啊 我也是歌手 我也是演員嘛 演得好啊 是吧 哈哈 好 握 下 下 就一槍 滴 博访秀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合一新升级 快乐大本营新年版 我也是歌手静眼现场 今天是我也是歌手第380机 第780轮的最后一场竞演 今天我们有四位的歌手 去争夺这个歌王宝座 大家紧张吗 马上有请第一位歌手 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刚长春断 他标准的普通话 被誉为是最好的 最好的反面教材 他今天所以要带来的是 粤语歌爱与成 哇 好烫 这是他的歌啊 他参加我是歌手的第一口询 ribba Ba Ba string 一 我们 ór 刘 都 snapshot 都 。 像 搞笑 你 governor 上 所以 你 看到 其实大家早已厌 大家隔半忙 肯有多一点碰撞 仍然无聊时刚不敢打扰对方 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谈 彼此都希望觉得释放 不要好 我也忍得了这些年代 这些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 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 别再做情人 做只猫 做只狗不做情人 做只种物 至少可爱为人 还你不愁不财 最终只会成为的人 论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 没有心只想限仁 若有空眼 都有空阔折满 这遇到发自潜情内心 对不起 自动分手 错误的你爬回相感 万目的我 现在也可转台 爱和你相信 别再做情人 做只猫 做只狗不做情人 做只宠物 至少可爱为人 莫言相交不浅 无谓明日会被你得 文贵旧朋友是否有情深 没有心只想限仁 若有空眼 都有空阔折满 注定似过路人陌生 你怎么受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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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看一下 接下来的敬演歌手 我无法想象 制作单位是如何把他请到节目来的 他被誉为国民好主持 他是一位灵魂歌者 他的一迷人性感 声音质朴清新 曾以一曲 橘子花开 在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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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啊 他 曾以一曲 橘子花开 在华语乐坛里面 当红了几十年屹立不倒 是乐坛的长青树 他今天带来的是 娜英杰的 白天不懂夜的黑 掌声有请 下一位的敬演歌手 导演问我要唱什么歌的时候 我几乎是没有犹豫 当时脑海当中 第一个出现就是这首歌 在KTV里面 我很喜欢唱这首歌 而且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特别是第一次 听我唱歌唱KTV的人 都会不管他们在玩什么 就是喝什么 都会停下来说 唱得不错 所以我对这首歌 是很有信心的 我还在跳呢 我还在跳呢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 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 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 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话 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 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 把彼此沾成两个世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不懂那月亮的阴阙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点 不懂我伤悲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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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我身后的乐队 虽然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 谢谢林隆选老师 也谢谢 我的第一位静远对手 大骗子古剧机 他昨天晚上来给我探班 说他来录我是歌手 原来是刺探军情 因为主办单位不告诉我有他 我走了我走了 主办单位让我不告诉你 他问我 有没有在话中间里面 看到其他歌手啊 帮他打听一下 然后我就在想 我晚一点告诉他 我看到刘德华 我忘记要发这给你 好我们回到 我也是歌手静演现场了 接下来了 第三位的静演歌手 他是一位女神级的歌手 他静如簇子 动如唾吐 突如其来的高音技巧 废笔寻常 总是让人瞠目结舌 他带来了汪峰的经典歌曲 一起摇摆 哇 哇 马上掌声有请我们的女神出场 我知道其他两位都是选择的慢歌 我觉得我要是硬碰硬的话 肯定没什么胜色 唱歌啊 不是你的强项 怎么不是我的强项 这样你唱一个平时你设例比较少的 那个我按出来 好棒啊 诶 正月里的世心面啊 通过这两段 我志友给我的意见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人还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就突然间想到跨年晚会上 汪峰老师的一起摇摆 我们已经摇摆 跳又适合 然后呢 词又简单 又能显出我狂野的一面 然后我觉得胜算比较大吧 不好意思了 两位前辈 就是这么任性 大家好 我也是歌手 我是吴欣 虽然在往期的舞台上 我的歌唱表现经常会破音 但是今天我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 从未体验过的 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 从未体验过的一首曲风 不会全是破音吗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努力和真诚 以前只是偶尔破音 这一次是整首破音 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致 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 不要在意昨日的那些片段 也不要在意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 跟我们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快了快破了快破了 忘记所有伤痛来 一起摇摆 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我自己副副 那么深刻印象 我们紧紧的 一起摇摆 跟我们一起摇摆 跟我们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摇摆 忘记所有伤痛来 一起摇摆 摇摆 一起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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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摆 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嘿 嘿 你这个亮了嘿 嘿 你这个亮了嘿 嘿 你这个亮了嘿 谢谢我的舞群 谢谢我的音乐总监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这首歌的真诚 就这样 掌声送给星星 掌声送给星星 果然一名惊人 啊不 每一名都惊人 明明惊人 你想好要带谁了吗 要牵谁了吗 现在是这样 歌手多 经纪人少 所以我们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哇 到了压轴的出场的歌手 这位歌手 是国际巨星中的大哥大 虽然他歌曲产量不多 可是首首经典 他武功高强 传说他唱歌唱得激情的时候 会突然打几个空翻 在空中翻腾的时候 会再标几个高音 绕梁三日 他今天带来了 他最新的电影里面的电影主题歌 大幕英雄 大幕大幕 有请我们的亚轴敬眼歌手 我现在喜欢唱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歌 不像以前唱 明明白白我的心 到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现在唱的都是有一些友谊 化敌为友 为何共存 我们动物股是希望大家 化敌为友 五分种族为何共存 希望这个世界上永没有战争 有请我们的亚轴敬眼歌手 大家好 我是陈龙 我是演员 也是导演 也是武术指导 也是监制 也是老板 但同时我也是歌星 谢谢前面两个 把我铺垫的这么好 因为他们的不好 显示我等一下会唱得更好 现在为大家唱的是 我的贺岁片 天降雄狮里面的一个 不是大幕英雄 是大幕英雄 就只要他可以质疑主持人 要是大幕英雄 过了吗 还没过 过了 再来一遍 那个刚刚那个不算的 好 大漠英雄 自己还叫重来 太久一杯再加荡凉 刚闻世界不停乱想 万他面前装爱多强 十八乱石化成墙 狂杀一阵转轴哀伤 尘埃落地不再流浪 家国天下静静好放 一杯酒醉倒四方 画地唯有公寸的房 导寒何夕波动到江 管他如有多少万丈 铁了心回到家乡 愿世上永无战场 愿世上永无战场 谢谢 掌声送给成龙大哥 带来的大 大 我在这里 大哥 大哥 我在这 没有 谢谢音乐老师 他已经跟我练了一个下午了 大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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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讲大木 对不起 然后我们也掌声有请 我们另外两位的敬眼歌手 唱得不错 熊熊欣欣 唱得不错 谢谢 多多指向 我们先聊一下我们敬眼的心情好不好 好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你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现在我是歌手的准备 已经很紧张 又要主持 然后又要唱歌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邀请你 但是你可能不会来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成龙大哥会答应 因为我自己答应的时候 我觉得压力好大 节目组跟我说 我第一个是推躺 有他 有他 我说不 后来说是你们两个那就行 那我就有信心了 是有多弱我们在大家心里 不过我也是听说有无心 我才最后答应的 但是倒是了 大家一问我我就答应了 还可以吗我们唱的 谢谢 谢谢 对不起啊 我刚刚那真的是新歌首发 刚刚录完没有不到两个礼拜 而且因为太长了 他把中间两段剪掉 所以呢变成那个新的一首歌 近拍很难记 所以你说那个你看音乐老师 他就指挥错了 不关我的事 对 可是你都看电影都54年了 你跟我们计较什么 然后呢今天呢 我们也有两位经纪人全程都非常认真的 看了我们全部的演出 等一下他们将会推荐自己 然后呢来 我们看看谁能来 请到他们来做经纪人好不好 掌声有请我们的两位大牌经纪人出场 好 丁姐好 丁姐好 欢迎来到我也是歌手 刚才你们听了我们的演唱感觉怎么样 我们看到古剧机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呢 特别高大上和人说 哇我也是歌手这个节目真的是 非常厉害 有档次 有档次 我的感觉就是 我听到了我是歌手的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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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像是在快乐大阪营那种 是吧 是吧 吴欣 我说了我们出手 是他这个环节开始我们质疑这个比赛 是吗 我很努力的 有没有看到我的表演 我们开始质疑这个节目的正规性 而且我是 直到大哥出来 哇 我们发现这个节目的投资者在这 我气 他拥有这个节目 所有所有我说这个报错了就报错了 我说这个重来就重来 所以当时我们就叫 嗯 这是节目的投资者 好那这样了 因为今天只有两位经纪人 虽然你们看我们的表演很尴尬 但是你们两位还是要从我们 呃四个人当初每个人要 带两个歌手 一个最公平的方式 抽牌 石头剪刀布 哎呀投资人说话了 抽牌 抽牌 石头剪刀布 谁赢了谁先选歌手 没搞错吧 这么大型的比赛 选人的方式也太任性了 我选投资人 没人选了 实力实力 我要股进心 第二轮中韩庚选择了何老师 维嘉和吴欣成为一对 好吧 各位加油了 好那大家知道 我是歌手呢 每一次都会有这个结果的宣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这个 我也是歌手的这个 临时的总导演 同时呢也是在 这个大家都看过我是歌手啊 每一次宣布结果 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洪涛 我们有请涛哥来为我们介绍 介绍结果 有请 你什么情况 你什么情况 不是洪涛哥吗 我是涛哥 我是洪涛哥的弟弟海涛 答案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Vivo智能手机 快乐大本营新年特别节目 快乐合一 我也是歌手的敬演现场 好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 我是歌手的 评选机制呢 是靠每一位 现场的观众 投出你宝贵的一票 那今天 我也是歌手 我们的赛制呢 跟每一位观众都没有关系 我还想说 也没看到给大家发那个投票的东西 而且这么多人 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统计 原来跟他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是一个 严肃的 音乐 竞技 瓶场 什么东西啊 慢慢再说一遍 瓶场 心想类的竞技节目 所以今天呢 我们用一个特别的方式 来决出我们今天的名次 我们有请 二位经纪人 来到我身边 用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 来决定 今天歌手的名次 抽到你就是几 白唱了 走吧我们走吧 练这么久 多了 白唱了 他半天就是说我抽签 你说的对 我们是不该来现场的 来 一个一个来啊 这个名次我想给 成龙大哥 这个名次我想给 你慎重你要是给成龙大哥抽了一个第四名 哎呀 哈哈哈哈 那可以 不是给你一次换的机会吗 还有换呢 对他是给成龙大哥就可以换 其他人就不行 哈哈 因为他是主办房啊 他是老板 那我就这个 这是 不换不换 这个是成龙大哥 对成龙大哥 对成龙大哥在这儿啊 哈哈哈哈 对成龙大哥 呃 这个 对 胡锯姬 还有我们要货 接着接着 你连着两个 哎 为什么到我和无心你们就那么随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对 你看这两个绿色都不正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回约了 真的是 我选一一二 神 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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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清好吗 浅绿 和老师 好的 在佛老师都有赞助的那种outine 神绿 为什么他都是拿个霸钢 哈哈哈哈 呃 问一下大家想先宣布第几名 你不打开你就知道是第几名了 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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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ο 谢 艺 好了 经过我们严格的统计 我们第一届 我也是歌手的竞演结果 现在就在我的手上了 我想先问一下 各位歌手是 想从第几名开始宣布 第三名 第三名 想从第三名开始宣布 是 好 那我先宣布一下第二名 这个梗很非常正 对对对 这个又帅了 这个好像回到原版的感觉 一样的一样的一模一样 好正啊 我也是歌手 竞演结果 竞演结果第二名的是 是一位男歌手 还是女歌手 这个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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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像 这个非常像 这位歌手 在今天晚上的表演 几次 让全场沉默 而又废 他一枝独秀 会是吴欣吗 第二名的得主是 第二名的得主是 快点 吴欣 一群摇摆 王子所有向后来 一群摇摆 那你在现在吴欣的行程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 又开心又有点失落 因为我觉得第一应该是我 不错 接下来要宣布 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 我也是歌手 然后 本轮敬演 本轮敬演 获得最后一轮的是 是最后一名 是最后一名 获得最后一名的是 他们都是男士 他们的名字 都是两个字 我真的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 因为最开始是 我去敲的他的档期和时间 我特别 沐浴嘛 我特别感谢他对音乐的执着 和对我的信任 但是今天有这样的结果 我心情真的特别复杂 但是同样感谢你的到来 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 最后一名的得主是 恭喜主办方成龙大哥 最后一名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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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时候我们亚鹏 放了一个西瓜 放在这个下面 那为了不浪费呢 我们旁边也有一个 玻璃的盒子 把它扔载一下 待会儿呢 我们还可以再 再吃什么 其实是榨汁机 榨汁机对 榨汁机 我们先看一下 等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现在呢 倒数321之后 小芳将会把刚才 我们试过重量的 大铁盒 这样抛下来 从5米高 这个有5米高扔下来 好 我们看一下 先要别碰到身上西瓜汁 好 所有的朋友 我们开始倒数 3 2 1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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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查活 真的查世了 哇 杂稀碎 好 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 数字炸弹的游戏 谁要碰到了我们的炸弹 就要 好甜 谁碰到炸弹 就要把手放在刚才西瓜的位置 什么 啊 还有西瓜泪吗 没有西瓜只有你的手 同样把铁盒 从五米高的地方放下去 好 参与这个游戏的是五位勇士 他们分别是海涛 维家 天生巨鸡 古巨鸡 现在渐行渐远的国际偶像韩庚 导播在那边 在那边 以及天降雄狮 陈龙 好 那五位站过来 站过来 先说说看 为什么你呢 你呢 我等一下我也会 要有一些工作要做 谁没有工作要做 因为我这只手 我拿麦克风拿台本 我挺有用的 用没有用的 这样 如果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就这么想一想 如果参与这个游戏 万一待会儿是你 而且万一我们待会儿的实验失败了 那个手如果受伤了 你觉得最重要的会影响你的会是什么事情 顾巨鸡 你觉得最影响你会是什么 当然就是我是歌手的 我没手拿枣子咯 好 海涛 左手右手啊 左手 左手还行 用它不多 右手 那也不行 都是自己歌的 维嘉尼呢 最影响我当歌手 歌手 好 成龙大哥 我哪一个手就要有用 你看 爬高爬低 打拳 过车顶 过摩托车 下水 我太我伤一点都不行 好 听起来 成龙大哥这么多事 我想的就是我吃饭 你就行 对啊 你两个手好像几乎都没什么用 哈哈哈哈 你唱歌 这么大的攻击 对啊 你唱歌你可以这么唱啊 看稿子可以这么看啊 对啊 吃饭你又可以这么吃饭 对啊 那韩庚你呢 我也是个歌手啊 是拿麦嘛 再说我还是个唱跳歌手 没关系 你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跳吗 International 哦哦 还蛮的 你就是这样子 嗯 刚才是不美的吗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谁会中这个数字炸弹 数字炸弹 游戏规则 五位参与者 从零到九十九中 任意写一个数字 在纸团里 完成之后 有主持人随机抽取一个纸团 定为数字炸弹 然后 五位参与者轮流喊出数字 如果喊出的数字 跟抽取的纸团上的数字一样 则炸弹爆炸 这里面有五个数字 我把它扔在这里 成龙大哥 你随意地拿一个 随意地拿一个 因为 对 你是主办方吗 好东西 好 这个给我 好 接下来我手里的 就是今天的数字炸弹 哎呀 以下五位 轮流说数字 谁说中这个 谁把手 放进去 哇 请大家站到中间来 是 开始了 哇 好吓人哦 谁第一个来 从成龙大哥开始好吗 好 因为这个最安全 第一个就中了 零 零到九十九 请 二 二到九十九 海涛 十二 十二 十二到九十九 哎呀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何老师你应该去当涛哥 吓死我了 四十九 十二到四十九 哇啊 一下砍了一半 二到四十二 砍了一半了 三十八 我回到你这下坡了 哈 三十八到四十九 耶 再砍一半 为什么我是排第五个啊 随便随便说随便说 三十八到四十九 四十九 你写的是吗 我本来 你可以问一下是谁写的 问一下谁写的48 你们是哪位 我是 大家都写的多少 成功大哥写的多少 而且我写98 更可是多少 你写的多少 我写的是58 所以你知道8是非常危险 大部分的人下意识的写的数字都会带8 所以刚才如果是30 30多少到49 你要躲开8字 所以我抽到 我是拿那个钱 你把手 你把手放在那里面锁好 然后呢 由维加去扔这个铁块 是我吗 你写的呀 因为你写的 好那么接下来 快乐大北营 我去扔 快乐大北营 最温暖最有爱的等一下时间到了 等一下机制 就是 我就急你往那慢慢地走 在你走到的过程当中 如果台上有人愿意 救你 救你 就说我顶替古居机来做这件事情 他就会喊等一下 是是是 好不好 那扔的人没办法救他 没有没有 可以的可以的 因为我没办法这样扔 我又下来去 没事 因为成龙大哥说了 他可以帮你扔 古居机 如果他认我 你放心 你放心 做大哥的 怎么 一定会祝福你 啊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一定会救福你 大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他太矮 我来认 哈哈哈哈 认好玩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大哥你别站着 你是投资商 就是我们 古居机将慢慢地往我们的装置 后面移动 在他每一步移动过程当中 都将失去一个朋友 哈哈哈 对啊 就是说那对 对好来往前走 我经过他们了 希望他们会帮我了 祝福你 大哥 直接把你扔过去了 直接把我推 给我拿瓶水吗 看热闹还嫌渴 看热闹还嫌渴 海涛 海涛装看不见 我只能答应你我慢慢扔 哈哈哈哈 能慢吗 你们都不够意思 我来 帮你扣上 哈哈哈哈 要不我帮你吧 我们假装都要 哎哎可以右手吗 我左手拿麦的 哎呀来不及了已经扣上了 哈哈 你最假 哈哈哈哈 你最假 接下来问题来了 到底是 我先下去吗 回家还是成了他 成了大哥来扔是吗 他不敢扔 不是我敢扔 但是我怕不专业 哈哈 好 主办单位去了 好 哇 好 我连那个游戏还没搞清楚 然后反正我突然喊了那个 号码就已经把手放那边了 我已经空白了在那边 我在想 真的可以吗 那个那个铁在上面丢下来 你看我的手汗 哇 哇 手真的超多 天呐 这个 你一定可以答对题的 大家帮你答 我们所有人 我很担心 我们所有人要帮鼓鼓鼓鼓鼓 一起啊 我们尽量让他在一分钟之内 把他的手保住 是 请记得不管发生什么 你的手不要动 我真的好紧张 哎 说归说哎 我上去我也有点怕 是五米高哎 不是高的问题 是真的 他弄到他 哎 我现在在考虑 是不是你们这个是假的 把我骗上来以后 这个是有个 有个什么节目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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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往上抬 哎 大哥 大哥啊 你不能这样 因为是你主动 是你主动说要帮我一家来扔的 没有他 我看他脸色他说他怕 我知道什么一回事 这个节目就是好玩 他一定没有事情 如果我去玩呢 反而没有那么刺激 他就会 而且我还会做喜 怎么办呢 我会帮他 吓吓他 吓吓他 他的那种怕法令到我很开心 好 可以了哈 我真的看见你的手 我问 哇 我很担心啊 好 哇 哇 哇 哎呀 问题来了 台上七个 不不不不 台上七个人的年龄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 我们的第一题 这个答案会是第一个数字 尾数嘛 会是第一个数字 好 台上七个人的年龄总和的尾数 是多少 计时开始 先告诉我 你们都不管 我我四十我四十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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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六 三十八 成龙大哥 你几岁啊 我好像好像好像六十 好像 十五 一共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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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哪一边是开的 好快黑人帮他看哪一边是开的 啊 已经只有十五秒了 啊 啊 十五 快掉了 不管先四啊 已经只有十五秒了 啊 十五 快掉了 说什么 可以回答那个数学题 题目都还没还没完全出来 说 哎 时间晕到了这样 那那恰那 我 反正整个人都待住了 就 已经只有十五秒了 啊 十五 快掉了 不管先四啊 下一题 请问一到十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五 四 三 二 五 一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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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 五 二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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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十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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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是真正的一块 铁板 骨骑鸡你刚才有什么感觉 你的手 他手一直在做 他掉下来的时候 没事吧 你还好吗 我来不及 是同一刻吗 是同一刻 就他掉到一半 那个有一种漆压 那种压 要上去你先 我先摆在那边 抽两个真空 所以他不敢抽 我还抽两下真空 我再放 你懂了吗 不懂 这个是中国工作 打针呢 打针筒 就那个针筒那一下 主办方 主办方 我来说好吗 其实呢 是这样的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玻璃板 下面的一届 这个管子的一部分 是铝 它是一种金属 而我们第二个用的这个方块 跟第一个其实有微小的差别 第一个是一个实打实的 一个钢的板子 里面没有任何的技术细节 可是第二个板子 大家注意到 它有一些小方块在 这些小方块 请大家看 是磁铁做的一个 磁铁 这个更好笑 你弄一个这个都有戏 所以当磁铁球这样掉下来的时候 它在这个旅馆里面形成了一种 叫做同性相似的 这样一种抵抗力 所以它就减缓了速度 这样慢慢的掉下来 如果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这边有个小的装置 这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一块 刚才的这一块金属的管道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萝卜 我们这是一块普通的金属板 一块钢板 我们看一下如果比如说 它正常的速带 比如说它正常的速带 比如说它正常的速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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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可以放这了 哎呀我的手啊 再动下一个 哎呀 那谁敢把手放在下面 哈哈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再放了 哎呀哎呀我 说不用试不用试 确定是这块 好 啊 放不进去 韩哥你把手放在这 韩哥把手放在这 放平 放下面一点 放下面一点 来来来来 放平一点 放平一点 好 我说321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一块板是一块铝板 铝板 它会跟铁铁 我321很想的 它会产生一个相吃力 我们来看一下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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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啊 啊 我看见 我看见慢放了 所以就就 我也出发了 我的天啊 因为它其实前面都是自由落体 到这一块磁铁的时候 它自然的速度就会 就会放慢啊 啊 好我们才可以看一次啊 要请你来玩一个选钢版的游戏 哈哈哈 刚才手放在那儿 除了手汗表达你的心情 我刚刚只是觉得你问这个数学题问太慢 哈哈哈 我还以为能能自自救啊啊啊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对 不知道说什么说也不行这样 对 说也说不出来 韩庚你的感觉是 那个板掉下来 我 别 怕有失误吗 哦 非常怕有失误对不对 对 它是不是真的是女的版 哎 其实呢 这个游戏我们导演跟我分享了一个心情 就是 他们每一次在反复确认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有一个心理说怕有失误 但是他们就跟我说 他们联想到成龙大哥的电影 里面有那么多的特技 然后这些动作呢 其实都会做100次的试验 但是真的就是怕有失误 常常会有问题 对 可是常常会有问题 但是呢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电影 所以呢 成龙大哥和他的同事这么多年来 在每一部电影里都是带着这种心情 去讨厌自己 去挑战自己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也谢谢我们古剧集合韩庚今年的尝试 谢谢 特别一种掌声谢谢 成龙大哥 谢谢 谢谢你们 喜气洋洋萌娃全家陪你一起过大年 在神道 帮我吓到 哇 哈哈哈哈 我从前夜晚吓到一个王子 啊 妈妈再要一个宝宝去 啊 啊 当时我是我的乐 玩具大交换 谁能够赢得姐姐的欢心 哇 哈哈 礼物要跟你换 哇 要不要换 哥哥说不行交换礼物 姐姐你来看啊 这是什么 不要这样 新年新运网 他们对老公有何期待 少唠叨我啊 只会赚钱 希望他也会学会赚钱 那你以后 多给我点钱 哈哈哈哈 老婆厨艺大比拼 谁能吃出爱的滋味 要尝出哪个是真的老婆做的菜 明显 你 肉买的不错 这个 这个是葱 这个不是葱 这个葱切的是长葱 这个葱切的是短葱 谁让你点盆葱和不是葱 你算哪根葱 哈哈 哇 尝尝啊 好香啊 我一会儿都吃了那边的肉 哈哈 这个是稍微咸的 不行 这个太咸了 你怎么知道那个是我 阿阿阿阿阿阿 科学学院站 阿阿阿阿阿 浪迹重回摩坛 这是刚才每个人说的三个字 现在请多多任意能否成功 拿着他走到这个电话亭里面 多多你打601 然后跟爸爸说你看到的这三个字 爸爸 把多多对你说的三个字写在那个纸上面 这里有一个铁丝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个铁丝上面传递了有多多 对黄磊老师说的话 说的什么话呢 我们一起来看 好 请大家记得大年初一呢 去支持我们的天降熊石成龙大哥的电影 同时呢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 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比赢 谢谢大家 在节目最后呢 让我们感谢飞鹤一贯好男粉 资源无归有洗头水 一起你好漂亮队伍群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快乐就快看他们 不快乐就快看他们 大姐快回来吧 祝大家天天开心 下期见记得去看电影大年初一 好 下期娜娜就回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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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